女人瞒着丈夫,偷偷跑去大理和前男友旅游散心,回家后面对丈夫的质问,他心虚地坦白了真相,但丈夫却拿出了诊断证明,告诉他前男友有艾滋病,女人傻了眼,但他却从这里面发现了阴谋的味道,吕振宇和杜晓婷两个人已经结婚五年多了。 他们的婚姻生活虽然不像是电视上演的那样,爱得轰轰烈烈,但是也基本上很少吵架,偶尔因为鸡毛蒜皮闹点矛盾也很快就过去了。 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非常互补。 杜晓婷是那种风风火火的个性,干什么事情都比较感性,经常冲动起来做出一些错事。 但吕振宇和他恰恰相反,心思细腻,很多事情都会思考很久才会做出决定。 用杜晓婷的话说,就是婆婆妈妈得不像个男人。 对于妻子的这个评语,吕振宇只是笑笑妻子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他并不在意。 很快就要到两个人六年的结婚纪念日了,杜晓婷提议两个人都请个年假,然后好好地出去屡屡有散散心。 毕竟他们从结婚到现在,一起出游的次数实在少得可怜,他觉得再不出去走走看看都要老了,走不动了。 但是吕振宇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亲爱的,要不咱们年底再去旅游吧。 我们公司最近任务压得比较重,这个时候请假,我怕影响业绩啊。 听到丈夫不合时宜的话,杜晓婷失望极了。 丈夫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把工作看得太重了,让他请个假真是太难了。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杜晓婷却忽然收到了前男友陈自强打来的电话。 当初杜晓婷和陈自强两个人爱的那才叫一个轰轰烈烈,两个人都是急性子。 在一起之后,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闹分手,更是家常便饭。 但经过冷战之后,每次都是杜晓婷主动道歉,两人才会和好如初。 但是当一次街头的意外偶遇,杜晓婷发现陈自强竟然同时还和其他女生暧昧。 一气之下,杜晓婷直接提出了分手,没有给陈自强解释的机会就收拾行李,离开了那座伤心的城市。 一开始,陈自强还会偶尔给他打电话,但是杜晓婷每次都是挂断,渐渐地两个人也就真正分手了。 这次能够接到陈自强的电话,杜晓婷还是非常意外的,毕竟两人已经六七年没有联系了。 在电话里,陈自强解释着当初的误会,还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人。 他说他记得杜晓婷当初的愿望就是能够到云南去看看大理古城,去看看苍山而海。 而他现在就是在大理开了一家民宿,邀请杜晓婷过去看看。 杜晓婷没想到自己当初说过的这个愿望,陈自强竟然还记在心里,不由得有些感动,思绪又飘回了两个人相爱的那个时候。 他心动了,本来最近的工作就压得他有些喘不过起来。 前几天和吕振宇提出去旅游又遭到了拒绝,没想到一个绝佳的机会现在就摆在面前。 但是如果自己跟丈夫直接说去见前男友,估计得被吕振宇骂个狗血喷头,自己是性子级,但并不代表自己傻。 于是他就找了个理由,说是公司安排出差几天,就拉着行李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为了消除不必要的怀疑,他还当着丈夫的面放了一套工作服在里面。 但细心的吕振宇还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杜晓婷并不是一个爱工作的人,之前每次出差都是愁眉苦脸的,但这次却不同,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不过他并没有多想,因为两个人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欺骗的事情,所以他并没有怀疑什么。 也就是他的这种盲目信任,对他的婚姻造成了不可恢复的伤害。 就在他每天继续着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时,自己的妻子杜晓婷已经到达了大理,马上就要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了。 虽然六七年没见了,但是杜晓婷还是第一时间就认出了前来接机的陈自强。 跟当初相比,他似乎消瘦了一些,但这使得他的棱角更加分明,看起来更有味道了。 把行李放到了陈自强的民宿之后,两个人在古城的小巷里漫步着,欣赏着独特的风景,品尝了地道的美食。 随后,陈自强还带着他领略了大理的夏官峰、银桥花、苍山雪和尔海月,杜晓婷终于实现了曾经的梦想。 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杜晓婷是兴奋的,是开心的,但当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中总会泛起对吕振宇的愧疚之情。 三天之后,杜晓婷匆匆结束了大理之行,返回了家中。 他试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他并不擅长撒谎,不自然的表情落在细心的吕振宇眼中立刻就被发现了。 在吕振宇的不断追问之下,杜晓婷开始吱吾吾起来,这更加引起了吕振宇的怀疑。 最后杜晓婷眼看着隐瞒不过去了,干脆坦白了实情,自己并不是出差,而是去大理见了前男友陈自强。 吕振宇听了妻子的话后,勃然大怒,杜晓婷从来没有见过丈夫如此动怒过。 他顿时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杜晓婷,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想出去玩可以直接跟我说,为什么要骗我是去出差? 我虽然不能陪你一起去,但是你也可以约那几个闺蜜出去玩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去见陈自强? 大声吼出这几句话之后,吕振宇贪坐在了沙发上,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知道吗?陈自强他有艾滋病?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对你念念不忘吧?你还是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听了丈夫的话,杜晓婷当时就傻眼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也想不通陈自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 但是看到丈夫甩到茶几上的确诊报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随后,深深的恐惧涌上了心头。 看着吕振宇那愤怒的神情,杜晓婷原本还想解释几句。 但一个奇怪的想法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吕振宇是怎么知道陈自强有艾滋病的他的检查报告是哪来的? 面对妻子提出的疑问,吕振宇露出了一丝尴尬,但是却说什么都不肯说出报告的来源。 杜晓婷见丈夫是这个态度,他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打算自己找出事情的真相。 不久之后,竟然真的被他发现了真相,这竟然是某人设计的专门针对他的一个阴谋。 包括自己与陈自强的久别重逢,也只是这个阴谋中的一个部分。 而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竟然是杜晓婷最好的闺蜜周思染。 早在几个月前,周思染就被陈自强传染了。 与艾宅在家里的杜晓婷不同,周思染非常爱玩,经常流连于夜店和酒吧。 一次周思染在酒吧偶遇了陈自强,他们两个是认识的。 不过当时的身份一个是杜晓婷的闺蜜,一个是男友。 但现在不同了,曾经一直对陈自强有感觉的周思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两个人在醉酒后发生了亲密接触。 第二天,两个人就分开了,他们都没有打算把这段仓促的感情继续下去。 可是在不久之后,周思染发现身上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红色泡疹, 吓得他连忙跑到医院检查,结果在一番检查后,医生确诊了艾滋病。 周思染回想了最近接触过的人,立马锁定了陈自强。 但是他并没有把错误怪在自己的不懂得洁身字号上, 而是全都归结到了杜晓婷的身上。 他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杜晓婷,自己也不会认识陈自强, 更不会在那天和他有了进一步的关系,更不会感染上病毒。 所以,杜晓婷必须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周思染明白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蛋了, 但是想起杜晓婷现在还是夫妻恩爱的幸福样子, 他就恨得牙根痒痒。 他想要毁掉杜晓婷,让他和自己一样堕入深渊。 于是,他第一步先找到了杜晓婷的老公,吕振宇。 周思染首先跟吕振宇讲述了自己编造的杜晓婷和陈自强旧情复燃的故事, 然后又把陈自强的检查报告给了吕振宇, 这是他之前硬拉着陈自强去检查得到的。 他还骗吕振宇,说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等一等看, 虽然杜晓婷和陈自强现在还只是停留在聊天上, 但是不久之后,他们肯定会偷偷约会见面。 当时吕振宇曾经想过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他不想让妻子遭受这个悲惨的命运。 但是一想到妻子即将做出背叛自己的事情, 他又觉得胸中有一股火,需要发泄出去。 到最后他只是叹了一口气,打算静观其变了。 找完吕振宇之后,周思染又给陈自强打去了电话。 他跟陈自强说,自己可以原谅他,但是要帮自己一个忙。 他还告诉陈自强,杜晓婷跟他分手之后, 其实一直心里都还有他,只要他能主动认个错, 再制造一个浪漫的情节,杜晓婷肯定会跟他旧情复燃。 杜晓婷的老公是个有钱人, 你想想办法肯定能捞到不少钱。 听了周思染的威逼利诱后,陈自强同意了。 现在他的经济早就已经捉襟见肘了,为了治病花光了积蓄不说, 连工作也都丢了,也根本没有哪个公司敢用他。 现在让他碰到了这个搞钱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他搜长瓜度之后,终于想到了当初杜晓婷说过的那个愿望。 于是在大理租了个民宿之后,就给杜晓婷打去了电话。 后续的剧情就按照周思染构想的计划发展了下去,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在大理的三天时间里, 不论陈自强使出了何种招数,杜晓婷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在得知了整件事情的真相之后,杜晓婷一边庆幸,一边后怕。 他庆幸自己一直清醒地记得自己的身份, 是一名有夫之妇,他后怕如果自己一时冲动, 就会落入陷阱,从此堕入深渊。 杜晓婷觉得自己有必要和吕振宇谈一谈, 于是打电话让正在上班的丈夫立刻请假回家。 吕振宇听出了妻子语气中的不可质疑, 也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马上回了家。 两个人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一时之间不知应该如何开口, 他们知道各自都有错。 吕振宇不应该听信周思染的谎言至杜晓婷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中, 而杜晓婷也不应该欺骗丈夫, 隐瞒自己去大理跟陈自强游玩的事实。 但两个人并不想离婚, 他们还留恋着六年来的幸福婚姻生活。 两久之后,还是急性子的杜晓婷憋不住了, 如果我真的跟陈自强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肯定和我离婚了? 吕振宇咬了咬下嘴唇,并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可能都是错的。 不说话是吧? 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骗你。 但是你也不应该相信周思染的鬼话, 还打算用这么危险的事情试探我。 吕振宇叹了口气, 是,我承认,我也有错。 随后,又是久久地沉默。 这次谈话就在这样三句话之后结束了。 杜晓婷和吕振宇又默契地恢复到了之前的生活状态。 每天各自出门工作, 回到家后一起做饭、吃饭、刷碗、睡觉。 似乎日子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两个人心理清楚, 裂痕已经在心中产生, 想要愈何如初是不可能的了。 明天就是两个人的六周年结婚纪念日了, 依然沉浸在之前的事件里没有走出来的杜晓婷, 吃完饭后靠在沙发上默默地刷着手机。 这时吕振宇走了过来, 坐在了他的旁边。 杜晓婷奇怪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刚想说点什么。 吕振宇忽然掏出了两张机票, 递给了妻子。 杜晓婷终于看清了上面的目的地, 大理。 我辞职了, 我把那家民宿买了下来, 咱们把家搬过去吧。 吕振宇盯着妻子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杜晓婷瞬间瞪大了眼睛, 然后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丈夫, 久久不愿松开。